Hello,大家好,我是Summer,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RO反渗透净水机,今天这个主题的思路来源于上周,我盯着我家妹妹做法语的阅读作业,她读到了一篇有关污染的文章,看着这些让人恶心的画面,我当时的脑海就浮现出了两个字,庆幸,庆幸我家老圣是做这一行的。 庆幸她早早的让我们家实现了纯净水的饮水自由,近年来由于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水质污染问题和大家对健康饮水意识的提高,净水机已经成为家庭的必备,而且大多数的家庭选择了RO反渗透净水机,因为它是目前技术最为先进,过滤效果最好的,但是真正懂它的朋友并不多, 于是在购买和使用反渗透净水机时,就会产生很多的疑惑。所以今天的视频,我想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希望可以给大家答疑解惑。 首先,到底什么是反渗透净水机呢? 反渗透技术是来源于海鸥喝水的启发。 1950年,一位美国的科学家无意间发现,海鸥在海上飞行时,从海面上捉起一大口的海水,隔了几秒后呢,又吐出了一小口的海水。 它因此而产生了疑问,因为陆地上游肺呼吸的动物是绝对无法饮用高盐分的海水的。 经过解剖发现,海鸥体内有一层薄膜,该薄膜呢,非常的精密。 海水经由海鸥吸入体内后加压,再经由压力将水分子贯穿透过薄膜,转化为淡水。 而含有杂质和高浓度盐分的海水呢,则被吐出嘴外。 后来,科学家们运用这个原理,解决了宇航员们在月球上的饮水问题。 所以,在美国,纯净水又被叫做太空水,而后,反渗透技术被普遍的应用,我们的生活中就出现了反渗透净水机。 那可能有的朋友又在问了,说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的过滤水设备,为什么说2O反渗透净水机如此受欢迎呢? 那么想知道为什么2O反渗透净水机如此受欢迎,我们就要先了解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款设备,这也是目前最常见的5级过滤净水机。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横着放置的这个大个头,就是反渗透净水机的核心,反渗透膜。 2O的反渗透膜的孔径只有0.0001微米,是头发丝的5%,而细菌的孔径有0.2到1微米,病毒是0.02到0.4微米,重金属是0.005微米。 所以,以它们的体型,想要通过2O反渗透膜,简直难如登天。 而能够通过的呢,就只有水分子和部分有益于人体的矿物离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反渗透净水机受到如此欢迎,因为它可以几乎达到了过滤掉一切细菌、病毒、重金属等等杂志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继续为大家解决第三个疑问。 净水机过滤后的水,是否还需要烧开饮用? 通过2O膜过滤出来的水啊,已经是纯净水了。 所以,反渗透净水机过滤后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无需烧开。 那至于其他的净水设备,或者叫过滤水设备,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过滤壶,常见的安装在水龙头上的钳制过滤器,包括了在国内目前很流行的过滤精度可以达到0.01微米的超滤机等等的产品所产生的水。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都要把它烧开了以后再饮用。 第四个问题,反渗透净水机安装之后,是否需要进行定期维护呢? 我们再回头看回这个净水机。 虽然说2O反渗透膜是净水机的最核心,但是反渗透净水机系统呢,还包括了其他类型的过滤。 市面上的反渗透净水机啊,通常是由3,4,或者是5个过滤阶段组成的。 那么除了核心的反渗透膜技术之外呢,其他主要呢,就是由PP纤维和颗粒活性碳组成。 它们会分布在反渗透膜的前面或后面,被称之为前置过滤和后置过滤。 大家可以再看到这个图,那么竖着的这三个过滤心呢,就是前置过滤。 第一级过滤,通常的材料呢,是粗过滤的PP纤维,主要的作用是去除水中肉眼可见的杂质,包括泥沙、红虫、铁锈等等。 那第二级过滤的材质呢,主要是活性碳,它的作用呢,是强力吸附有机物和异味、异色,如农药、氯气等等。 第三级过滤呢,材料通常是更加细微过滤的PP纤维滤心,它主要的作用呢,是用来滤除细微颗粒的有机物。 那还有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第五级过滤,就是横着放置在RO反渗透膜旁边的这个小的过滤心,它是要后置活性碳。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进一步的调节水的口感,干纯、甜美,有利于人体的吸收。 所以有的朋友反映了说,RO净水机里面出来的水是甜的,那么它是功不可没的。 因此,要确保我们能够持续的获得干净、纯净和100%安全的水,延长反渗透净水机的使用寿命,就需要对它进行定期的维护。 一般来说呢,反渗透膜需要两到三年更换一次,其他各级过滤心呢,建议每年更换一次。 当然了,那么这些水机的过滤心的更换周期,主要呢,还是受到原水水质,不同区域的水质,以及用水量等等方面的影响。 尤其是在小镇上,没有当地市政集体供水的情况下,更换的频率呢,就会高出很多。 比如说我们有个小镇上的客户,那么他安装的反渗透净水机的反渗透膜,就要一年更换一次。 否则的话呢,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水的味道有所变化。 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精确的去掌握这些过滤心的更换时间, 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支叫做TDS检测笔,就像我们图中所显示的这样。 这是我们一个客户在安装完之后呢,自己做的检测,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做个参考。 那么下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很多的朋友关注的, 就是RO净水机的水跟瓶装水还有桶装水哪个更好呢? 我为什么要在家里安一个RO净水机呢? 我经常的去买一些水喝就好了。 那么在这里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首先啊,大多数的瓶装水也是经过反渗透过滤的水。 但是呢,为了生产这些瓶装水,要比反渗透系统浪费的水多得更多。 所以呢,无论是从环保的角度还是经济的角度, 自家安装反渗透净水机都是完胜的。 再来说桶装水,从铲水的设备上来说呢, 商场里面接罐的桶装水也是反渗透机制造出来的。 但是看上去啊,一桶三五块钱不是很贵, 可是我们仔细的考虑和比较一下, 就会发现自己家里安装一台独立的反渗透净水机, 远远的要比买桶装水更安全更经济。 首先,我们去超市里面去接水的时候,难免会有你来我往, 所以呢,出水口的安全我们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完全的保证。 那么其次呢,桶装水看似一桶三五块钱, 但是买回来之后呢,我们在使用上是有局限的。 我们啊,不太敢甩开膀子的使劲用, 可能最多呢,就是用它喝喝水,煮煮茶,煮煮稀饭,包包汤等等的。 我们通常来说呢,不太会舍得用它给宝宝煮奶瓶, 也不太会舍得给一些小型加湿器,蒸汽熨斗, 美容仪等等的小家电供水。 我家呀,在最早的时期呢,也是买桶装水用, 但是啊,我算了一下, 即便是仅用它来喝水,泡茶,做稀饭, 差不多也要两天一大桶, 一年算下来呢,也要将近一千元的消费, 那么够安几个净水机设备的了。 再者,桶装水的搬运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尤其是生活在草原三省的朋友, 你能想象大冬天, 室外零下二三四十度, 哼哧哼哧搬水的场景吗? 嗯,好冷。 好了,那么今天啊, 我们关于反渗透净水机的答疑解惑, 就要接近尾声了。 下面呢, 是我们一些可爱的客户的真实反馈, 我在这里呢,展示给大家仅供参考。 那么这位客户啊, 他是在等候我们给他装净水机的过程, 然后心情非常的焦虑, 说用过滤壶啊,都草积了, 很显然,出来的水的味道不咋地。 还有呢,这个客户说, 我家装了过滤器大约有五年了, 平时喝水煮汤都用过滤过的水, 感觉跟一般的水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一年以后换过滤芯的时候, 您就懂了,里面真的很脏。 那么这个客户呢,也说, 说烧水的水壶里面呀, 再也没有水够了。 那么还有这个客户啊, 他的朋友啊, 去自来水厂换抽水泵, 那么一拿出来就发现, 简直脏的不能再脏了, 所以真的不能相信, 我们加拿大的水啊, 可以直接饮用。 还有这个朋友, 她是在银行工作的一个小姑娘, 我原来去找她做业务的时候啊, 就发现她, 她的脸上呀, 长了很多很多的青春痘, 后来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找我们帮她装了反渗透净水机,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 我再去银行遇到她的时候呢, 就发现她脸上的青春痘好了很多, 所以回来以后呢, 我就用微信问她, 除了我们装的净水机之外, 您的环境发生过什么变化吗? 她的答案是, 没有什么任何的变化, 这对于我来讲啊, 倒是一个惊喜。 还有更热心的客户, 在我们装完了净水机之后呢, 还去做了专业的检测, 她说呀, 净水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下面我可以把这个检测的报告给大家放大了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杂纸含量的检测, 那第一行是实验室的纯水, 是几千刀的设备过滤出来的, 杂纸含量是0.875, 我们把它呢, 作为测试的参考标准。 第二行是特意加了杂纸的, 杂纸含量呢, 是1143.75, 第三行是水楼头直接放出来的, 是符合市政水质质量范围的, 杂纸含量是271.25, 那么第四行呢, 就是反渗透净水机过滤之后的23.75, 已经非常接近实验室的纯水了。 好了,还是那句话, 疫情期间希望所有的人健康快乐, 希望今天关于反渗透净水机的视频呢, 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启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就请行动起来吧, 点赞,订阅,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